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SDG12的第二集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Reduction》 上次講了穿衣服 今次想講一下食 其實食以前是沒有一日三餐 是有工業時代才有一日三餐 即是有早餐、下午 還有有時候有下午茶、晚餐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個作息是固定了 即是工廠 然後也製造到很多工廠的食物 有穀物、麵包、包裝的食物 如果你不去做一個宣傳 說每一天最重要的是一餐就是早餐 又說晚餐又要豐富一些 你是很難會令人改變了以前的習慣 其實在說石器時代 說真的就是 你見到那些獵物 你打到它才會吃 並非要固定的餐 即是你沒有見過石器時代 看著那個錶 什麼時候就說要去吃東西 是找到獵物 就瘋狂地吃 吃完就再等下一次 捕食到獵物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當一個人餓了幾天 看東西會更清楚 聽東西會更清晰 因為變成獵食模式 就不是一個飽的狀態去生存 你會看到一個人為什麼肥 肥在身上 之後才手腳 因為方便他去捕獵食物 現在食物其實對大部分的城市人 都是過多了 攝取的熱量 是比他需要的那麼多 反過來是吃得飽的得到的餅 比肚餓的餅多 這個是說一些宣傳 尤其是他用大學的包裝 就說你們要三餐 要怎樣的營養 其實是商家和大學的其中一個 互相串連 這個我經常都是這樣想的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消費者 其實應該要看清楚 是不是需要一天吃三餐 因為你吃得過量了的時候 其實你是剝削了其他一些 貧窮國家的食物 今天想說的SDG12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